请节目 新北五创开窗主机 新北市政府积极推广创客教育 目前已在新北市建置六间创客教室 日前整合教育部资源在新北市积岁国校 成立新北市自治教育示范中心 将透过创客设备借用空间资源共享 偏向学校推广 与种子教师培训与课程分享等方式 将创客课程再进化 让新北创客更向前迈进一步 希望要做到校校有创客 所以我们今天把积岁国小变成教育示范中心 希望它所有的设备是可分享的 空间是可分享的 而且我们还希望在这个中心里面 能够培养更多的种子教师 也能够发展更多的创发课程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我们也希望把它能够分享到偏乡学校去 才能够让偏乡也能够同享 这样子一个新的教育观念 整体计划受教育部支持 计划主持人朱耀明教授表示 新北市在今年第一梯次即成立教育示范中心 未来教育部将在全国建立100个示范中心 而依照新北市不同区域属性 也将规划各中心的属性 重要的是这个示范中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包括课程的开发 还有教师的培训 还有提供临近学校 老师师生来示范中心体验的机会 那对比较偏乡的学校 就由示范中心提供飘移设备 前往到比较偏远的学校 给老师跟学生有体验的机会 中心内将提供各式课程 包括机器人组装 Maker健身房等 让学生可以亲身体验 完成创意的成就感 满足学生动手做 自学分享等创课课程概念 很好玩啊 但是我也从里面学到一些程式之类的 创课教育强调动手做与问题解决能力 未来结合新课纲科技领域课程目标 培养跨领域人才 增进学生国际竞争力 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导 都 maj进学生国际竞争力 之类的 我是从里面说